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一身轻 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喉科医生杨宁老师 欢迎杨老师 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健康女主播是袁倩 大家好 我是袁倩 大家在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与我们联系 今天我们在网络端为大家服务的是新盈 大家好 我是新盈 大家在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节目的时候 也请您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和我们留言互动 刚才给大伙听的这些呀 可都是耳鸣的朋友 自带的BGM 您说啥 年纪大了 耳鸣正常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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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是呢 今年49岁的王女士 近年来经常感觉耳鸣 但一直没太放在心上 前几天王女士正在上班时 突然发现自己左半边脸不听使唤 口角歪斜 眼睛无法完全闭合 喝水时会从嘴边露出 王女士急忙来到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 经过一系列检查 王女士被确诊为听神经瘤引起的周围性面瘫 57岁的邱先生被耳鸣困扰了一年多 一直没觉得是多大事 但不久前邱先生发现自己出现了明显的听力下降 耳鸣症状也随之严重了 最后检查发现邱先生的耳鸣不简单 而是卢迪长了听神经瘤所致 好多人都不把这个耳鸣当回事 但是有些耳鸣却是听神经瘤的信号 咱怎么能把这种不一般的耳鸣给找出来呢 不少人都觉得说我是上了点年纪 谁就年纪一大了 可能都得跟耳鸣挂上点钩 迟早会来拜访你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 他这个耳鸣和听神经瘤能够挂上钩 我估计很多人就重视 就是比较害怕了 耳鸣的原因应该有很多种 那这个听神经瘤引起的耳鸣 算不算是耳鸣的其中一种呢 耳鸣的原因有很多 总结起来那是洋洋洒洒好几篇的 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衰老性 耳朵性药物 还有噪音损伤 包括有一些疾病 全身疾病 比如说血脂高 高血压 还有糖尿病晚期 都可能出现耳朵这些问题 耳鸣就是其中一个症状 当然了 这种还有更严重的肿瘤性疾病 你刚才提到了 听神经瘤 谈瘤嘛 大家肯定就觉得挺害怕的 听神经瘤这个得的人多嘛 另外它凶险嘛 听神经瘤呢 是在脑神经里头的肿瘤 能占7%到12%左右 这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了 听神经瘤呢 绝大多数呢 都是良性的 有极少一部分 可能会有恶变 那为什么听神经瘤就会引起耳鸣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耳朵 这是耳道 这是骨膜 在骨头里头夹杂的这个里头是 听力的一些结构 这些东西呢 我们叫前庭和半规管 它是管迷糊的 这个呢 叫耳窝 是管听声的 看这个红色的 橘黄色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神经 所有的这些外界的物理信号呢 和我们感受 通过这个神经呢 往炉内的大脑 往那里的传 这是一个管道 这个呢 薄薄的 我把这个卸下来 咱俩被剧着 这方便多了 这个东西呢 能看到 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这个小东西 这两个神经 是从这边管迷糊的过来 这个叫前庭神经 这个初初呢 管听声呢 叫耳窝神经 管听力的 我们把它合到一起 这是管位置平衡的 叫未听神经 听神经瘤 我们这样一个说法 绝大多数 90%多都长在前庭神经上 但是我们 因为都在这个位置 叫内听道嘛 我们都管它叫听神经 但实际上 它长的位置呢 是前听神经 管迷糊的 旁边这个是听神经 所以呢 他俩离得特别近 是个邻居 我要特别胖了 我会挤住你的 我坐的位置 就占你坐了 高铁嘛 都愿意买一等坐 俩人坐好 你要是买二等坐 你坐Sire 同样这么宽 是不是就挤的 所以这个位置 一旦涨流的话 它会压迫着 跟它挨着这个 很大的 很粗大的听神经 所以接触到这个挤着 它的时候 就会出现症状 就是耳鸣是一个 症状之一 再严重的话 听力会下降 就是我们在门诊 看病的这些患者 都有 耳鸣的患者 我不知道什么病 就来看 我就有耳鸣来看病 有过一个资料统计 耳鸣的患者当中 有1%到2% 是听神经流 所以这个概率不小 就是我们一天门诊 两天门诊 我一天 几天门诊 加一块 就有可能是一个 所以如果你要上 手术的时候 一问这些听神经流 的患者 一问70%到80% 会有耳鸣的症状 新闻里的这两位朋友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都是有耳鸣 然后逐渐有了 一些其他表现 一个开始是听力下降了 一个出现了面瘫 对吧 所以如果真的是 听神经流 在作祟的话 那耳鸣是不是是 相对来说 比较早的一个提醒 给你先介绍一下 我们都愿意说听流 听神经流太费劲了 听流 简单了吧 好好 这是听神经流的患者当中 70%多都有耳鸣的症状 还有一个症状更高 听力下降 是90%都有听力下降 但是早期可能反而没有压迫到很多的时候 它就会有轻微的耳鸣 可能出现的是一个信号 这个长得小的时候 只是刚有一个接触 可能就有一些反应 可能只有轻微的耳鸣 然后长到一个时候 压得狠了 可能听力就要下降 再大呢 边上那根面神经又被你碰着了 可能就会有脸的 最开始不一定是面瘫 可能是有面积抽搐 有不自主的抽搐 可能有一些麻木 这些可能就有异常 送了就会出现面瘫了 但是话说回来 也不是所有的耳鸣都那么凶险 对吧 我不能说我一耳鸣 我就上医院去 一耳鸣我就上医院去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听神经流的这种耳鸣 一下就给它揪出来 所以我们这样看 成年人 这个小孩可能也有很少 一般都是成年人 说说话 女性的多一点 如果成年人 单侧的 缠明样的耳鸣 听力下降 然后还有悬孕的不平衡感 从我们医生角来 具备这三个症状病有好多 但是这个听流呢 也恰恰具备这几个症状 所以你要说 找到一个口诀的话 如果有这三点 也要注意了 可是我们知道 大家在形容耳鸣的时候 形容的都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嗡 有人咕噜咕噜咕噜 还有人撕这种 那缠明音是个啥音呢 耳鸣声音好多的 有呜呜 有这种声音的 有高频的 不停的声音 耳鸣 严重的耳鸣 人会有自杀倾向的 残明音 我们看电视有 北方少 南方多一点 尤其大连好像青岛那带多 夏天 很烦人的 像知了吗 杂的吃可好吃的 高调的 是粉笔滑黑板的那个声音吗 对 这种高频 高频 很像 杀明音本禅 这声确实是听乱挺闹心的 这个要解释呢 就是什么呢 还又从这个原理讲 因为它俩挨着 所以它先压着它的时候呢 我们这有一个耳窝 你看到没有 这个叫基底圈 这个叫顶圈 它是感受像琴弦一样 感受不同频率的声音 这个外皮 这个听神经这块呢 是感受高频声音的 所以压到的时候 首先先出现高频的耳鸣 所以这是一个特点 如果我们临场问 你什么声音呢 我这玩意就像在 就这个声音来随缸里 这样的反倒是 不太紧张 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 吱吱叫我们的高调的 缠明样的耳鸣 这时候我们还是 最简单说 你要密切观察 如果有加重 就需要做影像学的检查来看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我说的听力 听力下降 不是说一下子 那个我以前讲 像突龙 也叫停力下降 也有耳鸣 也有悬晕 但这个是什么呢 缓慢进行的听力下降 咱们有叫进展的 进行性的听力下降 所以不是出了就这样 你会看今天这样 过两天可能又重了一点 但这个过程的这几 这个跨度可能会比较长 如果突然有个下降 可能这个肿瘤内部有出血了 或者有一些膨胀 肿胀了 可能会有 但是总体来说是 缓慢下降的这个过程 那老师 您说的晕 是晕车的那种感觉的晕吗 这个悬晕跟以前说的 还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半轨管如果车 这个的话 它会天旋地转的一个悬晕 但这个它不是那种 它是一个缓慢出现的 最开始是一个不闻感 所以这个悬晕 到后期可能是 这个晕厥的感觉会重一点 最开始可能就是个不闻感 所以如果你发病的时候 感觉天旋地转 哇哇吐 这可能是个吐龙 耳时针还有可能 对 那为什么说听神经流 会引起晕呢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经常感觉耳朵闷闷的 还流水 被诊断为脑肌一耳漏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是中耳眼什么的 脑肌一耳漏这种事情 真有才 而临床上我们看到这样 往往还都比较严重 现在这么一看 这脑袋里是真有水啊 真有水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老科传 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科传 并载咳痰痰痰 并根载鱼肺 中药补肺丸 老传统 大蜜丸 老科传 细短传 可食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老科传 醉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肺部健康品 传承六百年 养无疾牌 补肺丸 踢出技巧 补出灵活 跑出爆发力 关节好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健力多 安航股碎补等五合一配方 五软骨护关节 请选健力多 大家会不会喜欢这首歌呢 放下负担会更好 简纯零蔗糖 轻松无负担 零蔗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踏蔗糖 喝简纯 甲状腺结结患者 需要做哪些检查 发现甲状腺结结的患者 应该即使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 包括甲状腺的功能检测 甲状腺的B超检测 B钥匙做甲状腺的穿刺和CT检测 沈阳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甲状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轻 大家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抖音号随时与我们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杨宁医生 欢迎杨老师 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为什么说听神经流会引起晕呢 刚才说了一下 听神经流本身 这个叫法是历史研习下来 这个流本身是长在前庭神经上 这个前庭神经本身 就是控制悬运管平衡的 所以它本身有病变了以后 就会涉及到这些 管平衡的障碍这些症状 比如说不稳感 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有悬运的感觉 如果刚刚出现耳鸣的时候 就及时发现这个听流的状况 是不是我可以赶紧去医院去 其实我们都是想说 我都希望大家是那98%到99% 一个不是长肿瘤的 但是我举这么一个例 我见过一个小伙 接近一米85 小伙非常帅 我挨山的 这是多少年前 他当时在北京上学 去看病他就是因为耳鸣 去看了没有什么事 就给他开了一点药就回去了 放暑假的时候 这是陪别人来看病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 可以都陪着好多人来看病 就说那就看一眼吧 所以就看了一眼 一看呢 他倒不是听流 他是紧经脉球体流 更危险 长直接在谷门上 就能看到一个红色的像太阳升起来 一样 所以肿瘤性的疾病 会产生而明的 但是多数呢 不是肿瘤 我得一定强调这点 不能做完这个节目以后 大家都吓了 都去医院 都要派刺中证了 这个不对啊 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但是你如果不去医院 就是说我来了 我不拍片子 不做一些检查 让医生告诉你 你是那98% 医生没那个能力 所以得经过详细的问病史 有一些建议你 定期来复查看 如果有变化 然被down了 有一些呢 可能经过检查 经过治疗 好转或是 最后给你一个 相对说白了 你要买一个结论 要买一个放心 是什么 是什么 我自己认账就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告诉你这些 我要不说这些东西 你可能真就是那100% 我不是要夸大这个事情 但大家一定 有些事情你不去看 你是不知道的 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 听流有三个特点 基本上是单测的 然后这个高音缠名的 对吧 然后可能会出现悬运的 如果这个 你有这三个表现的话 你去查一下 看是不是听流运气的 把专业的事情 给专业的人办 对 如果您的耳鸣是单测的 还是像缠鸣一样的高音 那可得警惕 听神经流了 再给您补充一下 听神经流 除了会引起单测 高调耳鸣外 还会让您的听力 缓慢下降 也可能引起 逐渐加重的悬晕 而如果您的耳鸣 是发闷的 呜呜声的 听力在两三天内 就下降明显 就可能是 突发性耳聋造成的了 也得及时就医 今年一月 湖南衡阳37岁的王先生 经常感觉耳朵闷闷的 还流水 他以为是中耳炎 也没太在意 但没过多久 王先生又出现了 头疼发烧的表现 随后就医被诊断为 脑肌一耳漏 还病发了脑膜炎 而不是他自以为的中耳炎 耳朵出水 你看如果不是刚洗完澡 或者游完泳的这样的伙伴 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里边有炎症中耳炎什么的 新闻里的这个朋友也是这么想的 跟咱们想法一样 没成想 这位的遭遇挺吓人 叫脑脊液的耳露 是脑子漏出来的 相当于 脑脊液是在上面 在二楼 漏下了以后 到下面楼下来了 所以在耳朵这边 会看到这样的液体 就这么个过程 流水绝大多数 我们讲话就炎症 这个东西来的 但是刚才提到了 脑脊液耳露这种事情 真有才 而临床上我们看到这样 往往还都比较严重这个疾病 脑脊液 就听着名人就知道 这肯定是在脑子里的 以前咱们总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现在这么一看 这脑袋里是真有水 真有水 正常的话 我们在炉内 这是骨头 这个位置封上以后 这是炉内 在这个位置 有一层天花板 就是我们叫炉底 这个骨头给封上 二楼和一楼是分开的 人这脑子 这脑脊液在炉内有 然后沿着脊液 一直到我们这里都有脑脊液 一直营养着我们这个脊髓 一直在后面脊柱这里都有 这是一条管道 这里都有这个液体泡着 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除了营养之外 还有代谢这些东西 都在这里 这个脑脊液 它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从脑子里边流到了耳朵里 这个东西正常是封在上面 你家楼下不会水淘到你家的 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两种 一种是无缘无故自发的就出现了 就不到怎么的就突然出了 防水漏了 有一些多数是因为外力 比如说外伤 我举个例子 一个大西瓜 就你的力量卡一拍 外头没漏 但你一打 里头可能都已经问了 所以在有外伤的时候 举个例子 如果过这门 你家这大门很重的 光给我挤一下 脑袋是没挤漏 但这里头可能就有 里头的骨折 这里都是寒气的骨的 一旦有骨折这种撕裂以后 就可能造成楼上 那个地板壳 一丝给撕开了 所以这个水就流下来了 这种外力损伤是很常见的 还有一些我们医生 做手术的当中 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损伤 这种事是不是挺危险的 本身你要我说 要是外伤这种的话 就非常危险 你要是一个外伤 都能创的框架 都已经这样了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也得挺危险的 不会脑子就是光 挤红挤个宝了 然后还有一个 刚才我说的 就是你这个先天孔系 进化的没有 没闭上 这个东西潜在一个枪 这个枪在的话 很多人就可能 打一个喷嚏醒的鼻涕 就造成颅内感染 很危险的 细菌就进去了 对 这个中耳和鼻腔 是外界相通的 你这个脑是在上面 是一个严格无菌的环境 应该封闭在里头的 通过你这个脑脊液 水是都能连的 一旦把外面中耳感染 引到颅内的 这是会要命的 所以这个脑脊液 严重的会死人的 那如果及时治疗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 这么严重 这话说的太对了 不管是自发性漏 还是外伤性漏的话 如果你把这个封上了 我说的那些事 就进不来了 所以通过手术 及时把它堵上的话 这个事情可能就是 阿弥陀佛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是可以手术达成的 对 刚才你也说了 这个脑脊液 是最不容易诊断的 也是最容易误诊的 这种耳格漏水 而且还和中耳元 容易会小 那咱们怎么来区别呢 哪种漏水是中耳元呢 哪种漏水是脑脊液呢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就是你考我呢 就是我们一天看病的时候 这俩怎么分 大家看看 这是我准备的两杯水 我严重声明一下 这里边就是脑脊液和中耳元 流水的区别 就在这了 对吧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不是杨老师收集的 脑脊液和中耳元的水 这是我们模拟的 这个大家看一看 有什么不一样 里面又能说明什么 我们先来进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请杨宁老师 好好帮咱们解释一下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心 做人奖良心 诚信走天下 大家会不会喜欢这首歌呢 放下负担会更好 你知道自己的肺活量是多少吗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参加锻炼了 关注肺健康 从此刻做起 让爱肺养肺成为日常习惯 辽宁都市频道 写手中药补肺丸 国大药房 城大方圆 共同推出爱肺行动 第四季 快来加入我们 参与肺活量检测 肺部健康早知道 一起相约健步走 有氧运动对肺好 现在请全省肺部疾病人群 拨打电话 400-166-4699报名 领取健康加油卡 还有机会免费获赠 价值139元 爱肺礼包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关注我们的节目 参与健康一身轻 爱肺常识问答互动 就有机会领取到 中药补肺丸 为您准备的一份 爱肺礼品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 当肺脏衰老时 气体交换不能健康的进行 会导致氧气的吸入量下降吗 A 会 B 不会 发送您的答案 A或者B 留言到健康一身轻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观众中 随机抽取5人 赠送价值198元的健康礼包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安山佩芝糖大药房 盘景阳光大药房 迎口康之月大药房 等全省19家主流连锁 共同发起爱肺行动第四季 中药补肺丸 爱肺公益接力活动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家人 朋友正在被慢阻肺 肺气肿 肺心病 慢性支气管炎 过敏性哮喘 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 现在拨打电话 400-166-4699报名 凭借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和X光片 就有机会免费获赠 价值139元的爱肺礼包一份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身轻 好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轻 越太越年轻 今天到现场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杨宁医生 欢迎杨老师 欢迎杨老师 你好 在广告之前呢 杨老师给我们拿了两杯水 这很显然 这两杯水是有差距的 那这里边也就预示着脑脊液 和我们中耳炎两种不同的病 流出的水 可能它们的区别就在这了 对对对 脑脊液刚才说了 是在生长了一个无菌的环境中 就像这个一样 清亮的液体 干干净净 而中耳炎呢 往往都是有炎症来的 有细菌感染 它就浑浊了 所以往往的颜色偏黄一些 甚至可能更粘稠 然后刚才说了 这个绝对不是从医院带来 这要是能收集这么多 我估计是大象的 大家可以尝尝 这个液体味道是不一样的 脑脊液和中耳炎来 我挑这个模拟的 清亮一点的脑脊液 你先干净 它俩要合着玩 我怎么觉得 现在就像盘死痛似的 干是不干的 还是有点打醋 稍微的尝一尝 吸的影响 脑脊液这么好喝 有味儿 有一点甜 有一点点的 广告是吧 有一点甜 有一点甜 我这个要喝吗 尝一尝 结果感觉就是你喝完之后 就是我得尝一尝 没味儿 我这个看起来是带颜色的 但实际上是清水 没味道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对对对 为啥要尝呢 因为这个有一个特殊的 一个现象 脑脊液 它的葡萄糖含量要高一些 所以有淡淡的甜味 是这样的 是因为脑脊液是要给脑子 来供养吗 我就这么记得 怕我忘了 大脑的耗养量非常高 所以它可能 脑脱糖就可能高一些 我们这样好理解 这个水提起来 轻易不宁 很清亮的 然后周边会形成一个小圈圈 就是放到纸上 不宁 就是这个感觉 很清亮 中耳炎那个正常 它没有那么高 而且随着细菌 细菌要活 它会耗费很多东西 所以它正常的 可能要是我们临床 可能就不是那个甜味了 耳朵里流出这个水 从颜色上 我们可能会判断出来 对 但是你说 就让我们去尝一下 甜不甜 这个不推荐 大多数人 不 咱是一般人下不去嘴 下不去 真下 对吧 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还有就是别的 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能帮着我们去分辨一下 判断一下 临床一问 中耳炎嘛 有炎症了 往往就是有疼痛了 有发烧了 这些不适可能会有 如果是脑机耳漏 早期可能并没有什么 特殊的表现 再往后发展 引起颅内感染 才会出现头晕头痛 发烧等症状 耳朵吕老师 自带背景音乐 小心听神经流 再作碎 如果单侧耳朵出现 高调缠鸣的耳鸣 听力下降 悬晕 就要考虑听神经流 耳朵总是在糖水 小心脑脊液漏出来 如果耳朵流出清澈的 清水样的液体 伴有头疼 发烧 这个一定要去排除一下 脑机耳漏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各位 关注健康医生亲的 公众号和抖音号 里面有更多 跟大家健康生活 息息相关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 把您的健康问题 私信留言给我们 我们将些手医生朋友 为您来解答 健康医生亲 越看越年轻 明镜需要您的健康医生